今天盤中台股大漲超过200点 AI全职股 台积电 鸿海 广达 纷纷回神 龙虎豹 也都还在涨 7月还有在网上喷出的空间吗 还有什么股票可以买呢 今天节目告诉你 大家好 我是林宇凯 有没有一点感觉 来 各位我们看一下这个K棒 好不好 有没有那种feel了 今天这一支红K 早盘一度涨到大概230点左右 会不会让你感觉说 好像真的准备又要再 酝酿一波创新高了 我跟你讲 你听一堆的分析师 跟你怎样分析分析分析 都不如我直接告诉你 台股会怎么走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就从5月底这一波好了 5月底这一波 21000点喷上来这一波 每一个变化 每一个动向 我都帮你预告在前面 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领先预告 来 各位 5月31号让你看一下时间 5月31号 中式的logo还在这边 真的假不了 假的骗不了 我跟你讲什么 5月31号 我们看到123 撒三支黑K下来 我说这里就是谷底了 123在这里 谷底在这里 是不是最低点 开始往上冲 开始往上喷 然后呢 到上个礼拜 到上上礼拜 其实都一样 来 6月16号我怎么告诉你的 6月16号礼拜天我的发文 我说呢 到周五 下个礼拜的那个周五 因为6月16号发文 我们是预告下周的行情 我说到美股的四五日之前 没有重要大事 所以可以让多头行情自由发展 来 各位 四五日是哪一天 这一天 这一天 我预告的是什么的行情 什么时候的行情 我预告的是这四天 然后四五日当天跌下来了 四五日当天就跌下来了 对吧 然后呢 四五日过后呢 我说什么 不好意思 因为军演 因为辩论 因为千元静观请却 台股的动能已经缺乏了 所以这个礼拜不就开始震了吗 震了吗 震了吗 高点预告了 震荡预告了 接着我再告诉你 台股的这个回档 你不用担心 对不对 它会给你好像要再往下跌 你看一下 勾起来的第一天 我跟你讲 好像要再往下跌 然后再拉上去 有没有 好像要往下跌 再拉上去 所以昨天的跌 我们不意外 今天的涨 你也会觉得很正常 因为通通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 所以接下来 你要听我说 第三季 还会有行情 还会再创新高 因此今天我们很适合来唱这首 隐形的翅膀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正当也不闪雷光 我知道 台股它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 对吧 挺过正当 孤单中坚强 你就可以飞过绝望 你再讲一次 11月 在美国的总统大选 美国的总统大选 对吧 降息几率现在在提高 基本面也在加温 对不对 不论是过去内外需五月天 荣景爆棚 或者是反映未来的 先行指标的四月外销订单 五月外销订单都非常的好 第三季会插到哪里去 光是这几点 我几乎可以笃定 第三季还会有高点 第三季还会有高点 好吗 你不趁着现在 还没有创新高之前买 你要什么时候买 而且可以看一件事情 台股现在还在证证证 对不对 来我们再看一个指标 贵买OTC 有没有发现 它早在礼拜三就先创新高了 昨天蹭一下 今天是给你再创新高的 我自己先不断告诉你的 另外一个观念是什么 良草先行 良草先行 指数没有动 代表中小型股的贵买 已经先喷出去了 你不要等着指数喷出去好不好 那时候就晚了 良草先行是 个股一定动在指数的前面 你看到创新高才去买股票 那已经慢好几拍了 所以先知为什么总是孤独的 我常举例这个什么 诺亚方舟圣经故事 诺亚在造船的时候 不是隆德造船 等一下我们讲好不好 诺亚在打造这一艘 拯救全地球生命的方舟的时候 大家都笑他 对不对 大太阳你跟我讲会暴雨成灾 你以为你逃者 对不对 这老哥没有人懂了 好不好 所以还没有发生之前 大家都在看笑话 他觉得你神经病 在那边坐船 坐什么船 然后开始下雨了 开始淹水了 你就会知道谁是先知 可是当你半个身体 已经泡在水里面了 你才想要上船 诺亚舅舅我来得及吗 他会理你吗 对吧 所以你要跟着股市的先知 你才能够永远领先 对吧 好 所以我告诉你 每一个台股的脉动 我们都预测成功了 接下来我就要告诉你 第三季还有高点 请你务必要买在 还没有创新高之前 OK 接下来 最懂动物的男人来了 我说我是最懂动物的男人 应该没有人甘有意见吧 现在市场上 每个人都在什么龙虎豹 龙虎豹 龙虎豹 这个已经是过时了 好吧 来 龙德造船 雷虎 云豹能源 可是从头到尾我都跟你讲 不要理老虎 龙跟豹就够了 但是龙跟豹你要找谁 你要来找我 因为放眼全市场 我才是那个真正能够抓到 龙与豹 起掌点的分析师 我们进来看证据 好不好 龙 龙拳 谁咧 龙德造船 今天又长停了 你仔细砍 你仔细砍 你去看你的line 什么时候跟你买 说要 什么时候跟你讲要买的 来 在line呢 我们是在 时间给你看 6月24号 你的line 你去回顾一下 6月24号那天 早上9点24分 我发了这篇讯息 环太平洋军演 我们来买 听不见的赵伯军 听不见的赵伯军 听不见什么 龙的 赵伯军是谁 他是造船的本名 龙的造船 答案我也给你揭晓了 龙德造船 对吧 龙德造船 有没有买在起张点 来 6月24号在这里 你看这里 没有feel 好不好 看这边没有feel 我们这样看 龙德造船 那一天在这里 你不要看这 这涨停是今天的价格 我们买在这一天 然后买完之后 这样 这一次 我们这一天买进 买完之后 这样 买在起张点 买在起张点 不夸张吧 有没有买在起张点 甚至我讲夸张一点 是不是因为我进场了 胡椒就喷了 影响力 影响力 当然我看好它不是没有理由的 昨天我们不是讲过合约负债吗 龙德是做什么的 造船 龙德造船 它已经告诉你了 什么军舰 巡逻艇什么的 这种东西 它不是一天两天 可以生产出来的 所以它的付款模式 会很类似于装潢 这样的概念 我们用你讲 听得懂的东西 像装潢 这是一个阶段完成 付一个部分的款项 你今天什么 木工进场付一个钱 油漆进场付一个钱 然后什么瓷砖进场付一个钱 就是分阶段付款的 合约负债 很类似于尾款 这样的概念 点交之后再付的款项 尾款 所以光这个部分 明年就有70亿到81亿 到2026年 它是将近90亿 我记得昨天还有一则新闻 它说现在在手订单 又是百亿 在手订单又百亿 你去看 你去对照 它这几年的营收表现 来 龙德造船 你看一下 从2018年到2023年 全年度的营收才多少 9亿 10亿 19亿 22亿 38亿 49亿 最高最高历史高点也才49亿 现在我动辄已经7 80亿 90亿 100亿了 是不是高度成长 而且我就讲了 如果是接政府工程的 市场会给予比较高的想象空间和本益比 会给多高 本益比人有多高 我跟你讲 你去看 你去看华晨就知道了 华晨最高点988 对吧 历史高点988 去年赚了9块8 去年赚9块8 股价988 刚好100倍 100倍的本益比 你以为你是IP设计 你是那个什么IP系制裁 可是没办法 这就是想象空间 这就是市场给予它的本益比 龙德呢 龙德去年赚5块多 照比例看 龙德也得500多块啊 不是吗 华晨9块多可以到900多 龙德5块多也可以500多啊 500多块大概有点夸张了 可是165肯定是太低的 所以今天我怎么跟我们团队讲 我告诉我们团队 来 早上10点55分 狂赫从我们进场之后 龙德造船天天创新高 昨天今天连续涨停板 获利差不多三成左右 可是仍然要报警处理 因为下礼拜我们还要继续暑停 你没听错 龙德造船下个礼拜 可能还要继续暑停 除非大环境 整个盘司不好 不然我认为他下个礼拜 至少一到两颗灯 至少一支至两支掌停板 真的啦 好不好 它的价值到现在 还没有完全被反映 风头震盛空间都还有 云霸我们留着下半段讲 好不好 已经十分多钟了 同时7月份还会有 哪些黑白骨可以掌握的 等等回来一并分享 我说过 讲在好听都没有用 不如我买给你看 涨停给你看 这就是最真实的 朋友们 从5月中旬开始 我们不断在做这件事情 直求对决 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 不论买进之后 有没有涨停 我们都公开 我们都公开 当然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胜率是非常高的 光是这四大天王 不得了啦 对吧 来 如果不是最有影响力 我们如何能够一点名就涨停 6月13号 在我的line你都可以获得验证 来 6月13号说的是什么 超级送分题嘛 商城商城这是谁 这难道是梁朝伟跟金城武吗 绝对不是中文字就摆在这个地方 8277商城 一买进就涨停 隔一天呢 来 隔一天 对对对 6月14号礼拜五 先干为敬 对不对 什么叫做先干为敬呢 我都先进光了 对对 我喝完了 三三六二先进光 也是一样一点名就涨停 再过一个礼拜 来 亲爱的 6月19号上周三 上午11点11分 买谁 买名教第33代教主 大型股 集团股 AI股 顶天 广大集团的顶天 再隔天 对不对 集团做账 所以我们买谁 买福安酸辣 当天买卫数 同样一点名就涨停 不止当天赚 放到现在还在赚 是不是 来 商城 喷上来在这边 高档做震荡 其实商城我有考虑 最近可能要获利了结 但是我们当然是会员优先 然后先进光 所以喷 修正 喷 今天也大涨 8.2个百分点 可是以光学股来说 它还相对落后 它还是相对落后的 顶天 有没有 今天也创了波段新高 这个我就跟广达一起看 如果广达转弱的话 我就有可能会出场了 广达转弱的话 3306顶天 我就有可能获利出场了 位数同样 喷之后 开始震荡整理 这一档目前都还OK 好不好 筹码状况都还不错 除了这四档 四大天王之外 还有礼拜三 本周三有两档 超级经典 对不对 来 我们先看一下内容 来 你有加我的LINE 这边你都看得到 早上11点37分 对不对 然后我发文 我说我要买两档工业电脑 工业电脑 一个叫史迪奇 一个叫七副马子 史迪奇很简单 对不对 工业电脑里面叫史迪奇的 星际宝贝 然后马上星际就涨停了 Oh my God 涨停了宝贝 对不对 当天点名 当天涨停 然后 可是到底七副马子是谁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说 七副马子猜不到 对不对 11点37分 大家猜不到 网路在讨论到报 猜不出来 没关系 我12点06分 我再提示 七副是什么 现在我们不讲七副了 我们现在文明人都讲霸凌 对不对 比较高雅一点 马子 台语怎么讲 这个不是要 不是要什么 对女性用户有什么 不尊重 好不好 我们纯粹是趣味 台语怎么讲 我们都讲七副了 对不对 80七副了 8076的武风 对不对 提示过后 尾盘就拉涨停 尾盘就拉涨停 对吧 尾盘就涨停 猜不出来不涨停 猜出来大家购乡胜举 喷上去涨停 对吧 四大天王 加星际 加武风 都是当天点名 当天涨停的 对吧 其中 星际今天也大涨 今天盘中呢 还有涨停板 对盘中有涨停板 8076的武风 来 昨天也大涨 昨天喷出 今天虽然是小幅度的回档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位阶都还很低 反正你有加LINE的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些 盘中的这些叙述 你第一时间就会收到 这个包含 我们把这个通知的 这个日期啊 时间呢 我都告诉你 我都列给你 我不怕你看的 我还希望你赶快去 滑你的手机 网路看一下 你赶快去验证 这样你才会知道 我有沒有实力 而且昨天我也讲过了 如果我都是买那种什么 你听都没听过的股票 然后一天成交量几十张 这一两百张 然后某分析师告诉你 他拉的都是这种股票 能够拉涨停 拜托 说不定你也可以 这种几十万 一两百万就可以拉涨停的股票 到底有什么好说嘴的 搞不好叫会员买的 搞不好他自己买的 对吧 做这种股票有意思吗 这种股票 你自己花钱拉上去涨停 这个叫影响力吗 所以从一个分析师的股票 你除了可以看出影响力 还能看出人品 好不好 买这种怪怪股票 你有没有可能跟主力 搭配出货还怎么样 我们不要去 意测别人是不是有一些 不好的念头 可是我们就讲 你看股票 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那你看我的选股就知道 商城 我讲商城嘛 一天成交量 少说五千张 五千七八千一万张的 仙境光呢 仙境光够大了吧 够知名了吧 平概股 大力光策略伙伴 然后有价有量 200多元 没有量的时候都还一两千张 有量的时候上万张 有价有量大股票 顶天广达集团 卫胜 卫胜集团 卫宿卫胜集团 通通有知名度的股票 五峰 这些股票 都是我都有办法让它涨停摆 这才能叫做影响力吧 对吧 这昨天都讲过 我们今天不会在赘述太多 我们除了有这样的影响力之外 我还要什么 兼顾诚信 我不能报喜不报忧 有时候震荡 有时候什么 像礼拜一大跌400点那天 买盘会缩手 当然就不见得会涨停板 可是我无论有没有涨停 我都要揭晓答案 因为我对我选股是有信心的 就像我讲的 分析师有这三种专业能力 不得了了 对不对 可是顶流分析师才会具有 跟单效果的市场影响力 可是就算市场影响力 当天没有 我们依然还是具备选股能力 和资讯掌握力 对不对 今天不涨停 我也不怕它不涨 6月3号买的君豪 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跟着台积走 获利自然有 君豪 6月3号当天有没有涨停 没有涨停 震荡一下之后 也是拉出去 50几块 喷到80几块 不是吗 然后上半段讲的 隆德赵船 听不见的赵伯军 当天 礼拜一买进当天是没有涨停的 礼拜一买进当天是没有涨停的 上影线 有没有看到 然后叹 变标股 现在才变标股 大家才在趁热度 可是你看 当天没涨停 隆德赵船现在几只涨停 至少三只涨停 所以尖盘中 我们又发了一档股票 今天的接近中午11点38分 连接器整体表现不错 来买红石智慧 那也很抱歉 今天他也没有涨停板 但是我们一样要揭晓 红石智慧超级简单 红字 红字 发出之后呢 确实有拉起来 可是呢 后面要慢慢震荡向下 要慢慢震荡向下 红字 红石智慧 红字好不好 这题有点烂 可是呢 至少猜得出来啦 我就是怕你不好猜嘛 我还把连接器 产业一并提示 连接器就那几档而已嘛 真的不难 那红字今天不涨停 怎么办 没关系 后续很有机会继续走强 因为最近连接器太强了 是不是 茂连 哇塞 又创新高 今天又跳空创新高 茂连打入 辉达GB200 所以很棒 股价也很棒 外资目标价 现在看到四字头了 外资看的 可是他去年也才赚14块 不要讲去年啦 今年的预估EPS也才20 20元这样子可以看到400多块的这个空间 那么我就想了 梁维不就真的要来唱一首太委屈了吗 对吧 同值性这么高的基优股 今年能够赚到10块钱 这才是钻石 今年钻石元 这才是钻石股 股价不到100块 你说他只是少一个挥达的认证 OK啦 股价打个折 现在91块 涨到120到150都不过分 不是吗 好 接着 看今天重头戏 同样大涨 创收盘新高的云爆能源 其实刚刚讲这个龙德造船 对 龙德造船它是接政府订单 这概念都是相同的 这也是为什么 他在6月19号转上市这一天 我就认为是最好的买点 因为进入夏天之后 能源肯定是政策的重中之重 当他从这个创柜板 进入到上市市场之后 整个这个加权市场之后 成交量更活络了 所以更有利于股价去做表现 所以一转上市 砰砰砰 连续三只涨停 可是这边没买到怎么办 打开涨停的那一天 我有没有提醒你 我有提醒你 6月25号 今天我们有进场买 云爆能源 对吧 所以亲爱的朋友 你这一段到这一段没赚到的 这一段到这一段 我也带你赚了 不是吗 还是赚得到 而且我说过云爆还有空间 然后这时候就要看到另外一档 同样也是接获政府标案的市纪钢 大跌7% 我太喜欢这种感觉了 如果你想赚钱 一定要跟紧我 我告诉你市纪钢 我叫你买在哪 5月8号231块 我哪里有提醒你要注意 6月18号 来到354 最高373那天 最高点 我提醒你操作难度会提高 你要注意的 231到3713这一段 我先送你赚 拉回我告诉你 我们还要再赚一次 这档股票我不会讲得这么清楚 你想赚的直接来找我 因为之前我跟你讲过了 有些股票拉回我一定会买的 实权 现在看起来是还不错 中砂你没机会了 已经喷出去了 新日新 我说月仙附近早买点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对的了 现在看起来都对 四季钢 今年下半年 我还准备要赚一波大的 所以你务必要跟紧我 赶快来找我 讯新 今天又创新高了 你千万不要怀疑 我对这档股票的掌握度 资高 6月12号还没有起涨 我就告诉你 他有利多了 我对他太熟悉了 熟悉到我话台讲完 他就标四支涨停 所以不要忽视资讯的价值 资讯可以让你赚 60% 价差超过100元 资金1000万的已经赚600万了 今天我再来预告一下 讯新的这个5月营收 它只有3亿 有过烂 可能6月的营收 有可能会大爆充 好吗 好 那同样的 我们进入到最后的阶段 6月份最后一天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本月总共40支涨停板 从红一谷创业实权 到今天的龙德造船星际 总共40支涨停板 每一档都是公开分享 公开操作 而且是公开涨停给你看的 那么这40支涨停 你已经错过了 7月开始 你要不要跟进我 我已经说过 第三季 还有高铁 藏停板 可能会更多 有信任的朋友 务必 080的电话 欢迎你拨打 也可以先加入我们的like 小小鼠 打扮1688 atwin1688 我们下周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同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